疫苗厂商辉瑞和Biontech联合公布一项新研究 民众在接种了辉瑞二架新冠加强针之后 不只对BA.4和BA.5毒株的抵抗力更强 且比起没有接种该疫苗的人相比 免疫系统将会生成出更强大的抗体 此外 辉瑞公司分析数据还发现 二架新冠加强针比起第一剂疫苗 对55岁以上群体 可以产生4倍或以上可针对变种病毒的抗体 因此鼓励更多民众登记接种辉瑞二架新冠加强针 一起来避免秋季与冬季疫情可能再度回升 因为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统计 直到10月底 全美大约只有2600万人 接种了二架新冠加强针 至于辉瑞和Biontech公司的下一步 将会继续为新版加强针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ited�